这什么口气要停车 还能指定谁能停谁不能停 难道这土地是私人的 原来路边是大家的 但说怎样 这对夫妻就是不肯让民众 把车停在自家墙外的道路 有这种事自家东西摆在路上 这区块别人车子就别想停 双方越潮越火大 终于找来警察 答案也跟着揭晓 原来台中制服人家 长期把自家土地围墙外 紧临马路的地方 放上三脚锥 还有多盆植物霸占 别人要停车 不行 只有自己可以 附近邻居忍着不想多计较 但这回夸张到自己要停 竟然叫别人把车开走 邻居终于忍无可忍 不满爆发 谢谢严静宇 台中报道